有一個拋線通過23這個點 跟-16這個點 通過兩個點坐標都給你 然後它的對稱軸也給你 方式是x等於1 問你說這個拋線的方式是什麼 那我們已經知道它的對稱軸很好 所以x等於1把它一下就是x-1等於0 那我們說對稱軸的方式就是平方向等於0 意思它的方式就是x-1的平方 會等於4c然後y-k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它是x-1的平方等於4c-k 可以長這樣 那它又通過這兩個點 把這兩個點帶到這裡 這裡的方式只有c跟k 位置數 那x-1就帶23跟-16帶進去 那兩個位置數兩個方式就求得出來 所以你把23跟-16帶進去 可以得到1就等於4c3-k 然後4就等於4c6-k 帶到這個地方 把這兩個點帶進去 那你把它相處的話 這個c就可以約掉了 所以你就會等到4分之1 就會等於這個約掉之後 就會6-k分之3-k 那你把它交叉相成 可以得到6-k就等於12 這個減掉4k 可以算出來k就等於2 那k等於2的話 再把它帶回去 帶到這邊 第一次就可以求得 c就等於4分之1 所以你的k跟c就有了 你就帶回來這裡 c的地方是4分之1 4乘以4分之1 所以就是x-1的平方等於4乘上4分之1 然後括號是y-k k就是2 所以你的方式應該是x-1的平方等於1 1就可以不行 等於y-2 大概在那裡